那邊有沒有藍燈 可以先踩他上去 我坐在那不會坐上面的燈放一下 我頭髮都高火了 強泰尼波特來襲前一晚 一列台鐵12584 京竹開往基隆的區間車 靠近松山車站時 車廂發生爆炸 造成車上25名乘客輕重傷 看到現場當然也是有震撼到 滿嚴重的 因為整個逼近車窗跟車門都破裂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判 這是松山車站火車爆炸事件 雖然小組火速在2小時內鎖定嫌犯 15個小時確認證據 排除恐怖攻擊 警方是如何辦到的 李隊你好 是 是 有現場 好 那我們知道了 我們馬上出動 好 那我們到達現場之後呢 為了預防我第二顆炸彈 然後也怕歹徒用遙控的方式 來引爆爆裂物 所以我們就立即就請同仁 先將遮蔽器開啟 然後由我們的主處理人員 穿著防暴衣 帶著搜索國運服 去車廂裡面做一些搜索 防暴小組出勤 最怕還有未爆彈 必須先打開遮蔽器 新市局新採購的電子遮蔽器 能讓周邊所有的手機電波失效 這部器能防止遙控引爆炸彈 少了這個步驟 後果不堪設想 就怕遇到碗爐電影情節的遙控炸彈 當時在台鐵車廂的四周 手機訊號全部被蓋台 一在車廂內找到了破裂鋼管 和紅色返布袋 判定就是爆炸點 我們在現場儀墊上面有鋼管的爆裂屋的碎片 在找到那個廁所裡面那個橘紅色的袋子的時候 那又看到上面有兩塊的塊狀的膠布的時候 就把這個袋子連結到那個鋼管 在這個車廂裡面有多少人受傷 在這個裡面名單要確認 案發當時所有人逃出的車廂 只有55歲的林一昌攤坐在椅子上 一點也不恐懼 醫生當時有處理他的CT片 那同樣也看到 醫生也解釋說 他的傷勢重了嚴重以外 他身體有某些部位都有金屬片 那再來他的傷勢的那個受傷部位是很對稱的 那當然我們就會研判 你今天爆裂屋如果是在這個引爆人的前面 他去拉爆的話 那當然才有辦法這麼對稱 警方調閱沿路監視器發現 背著紅色背帶的旅客 竟然與民眾拍下的 攤坐爆炸現場的傷患 以及北一裡茶館的男子 竟是同一人 你們為什麼要在火車上做這種事 你會不會很後悔 你會覺得很後悔嗎 你會覺得很後悔嗎 不好意思 記者麻煩先到旁邊 同林一昌的手機定位 找出他出沒的地點評籌動線 發現當天早上他拿著紅色蹄帶 裡面裝著爆裂物從南投搭上客運 到台中轉搭火車後一路北上方岸 警方更是在南投找到他的車跟愛犬 車上更是有驚人發現 自製的那個爆裂物 最主要是他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可能對人生的一些不太如意的部分 因為我是發現到他可能因為 就是對這個以前的生活不如意嘛 包括他的所有他的 從他結婚然後到他的小孩 到之後他跟小孩離開 然後他的生活不如意 然後開始他產生對 可能對社會有一些不滿 林一昌要求做精神鑑定 結果證明他的精神狀態沒有異常 仍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會覺得自己活在世上是挫折感 遠多於其他拯救感 所以他進而就對自己 產生了一種絕望 然後對周遭社會產生了憤怒 3 2 1 刑事局的訪報人員是沐宏英雄 早年是一支帶有神秘色彩的單位 經過81年麥當勞爆炸案 防暴小組的事蹟才逐漸曝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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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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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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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走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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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立章發生的時候 我們這邊很多很多離子 危險度太高 大家都走掉 防暴人員成了警方最危險的工作 如今 刑事局採購了最新設備 要做到零失誤的爆裂物處理 這是行事局新採購的防暴衣 重達三手攻擊 其實穿在身上可以感到非常的重 另外穿好之後呢 你還必須要拍一拍 蹲一蹲 你確定整個活動呢 可以自由運作之後呢 你要比一個動作 表示OK了 這時候你可以開始去執行任務 穿防暴衣的時候 因為其實就好像一個人 跳到你身上去做任何事情 那你做任何事情 其實都是很笨手笨腳的 新設局防暴衣 和美軍反恐用的防暴衣相同 可以近距離抵擋 半公斤黃色炸藥的爆炸威力 延伸桿一隻快20公斤 等於說一個防暴的人 你就要扛著50公斤重 最起碼50公斤重的重量 去夾暴裂物 尤其是在延伸桿去夾取暴裂物的 那一瞬間 我們都要呼吸非常的平緩 那小心翼翼 然後降低自己的重心 然後不要讓自己的延伸臂晃動 造成爆裂物上下劇烈的移動 拆彈移除突發狀況最多 根本無法預料 下一秒得面對什麼 秘魯一名警方的拆彈專家 拆除炸彈的時候不慎眼爆 轟然巨響 嚇壞了所有人 導致這名有30年資歷的防暴人員殉職 如今拆彈移除 儘量交給防暴機器人 減輕人員壓力 當防暴人員用內視鏡發現到 不明暴裂物 就在後車廂內 因為不清楚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不能用人去移動 而必須要出動機器人 把暴裂物移開 防暴小組使用的S光機機動性強 在國外中東戰場 它是屬於現役的 現役的軍規戰場在使用的 所以我們買的是跟美軍同級的機器人 它的耐用度跟它的使用性非常高 讓我們的防暴人員 可以在不接近暴裂物的時候 可以遙控來處理 防暴小組使用的S光機機動性強 台鐵爆炸案也派上用場 S光機就是我們講白的 就是我們的防暴人員的眼睛 不然說實在 你肉眼看 暴裂物絕對看不出來的 那你必須要透過一些S光機 那好的S光機的話 它可以立即判斷它裡面的一些 因為它解析度夠 它可以立即給我們資訊 暴裂物的資訊 原理就是用爆藥 把旁邊的水加速 去集結暴裂物的外殼 讓密閉式的暴裂物 變得開放時光 3 2 1 林昌事後向警方坦誠 因為罹患扁條腺癌多年 沒工作跟家人疏遠 怨探人生不如意 亂下爆炸案是為了引起關注 真的是天佑台灣 今天如果不是第一時間 如果萬一你沒有第一時間找出這個 是林昌棠所為的話 我們可以去想像這後面要多累啊 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我們在武社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這樣觸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 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中天的新聞 直播